大家好,歡迎繼續收看小大頻道 希望未訂閱的朋友,幫我訂閱,分享給朋友看 今天找來一隻 Omega碟飛 Co-XO機心 其實這個款式,這條復古帶 大家可能之前都見過 介紹過那些 Co-XO碟飛 都是用這條帶的 之前那隻是378mm 這隻是一隻Chronograph 做回大一點,41mm 全隻不受講 41mm,這隻標 由於椅子比較 直一點的關係 都幾長 所以這隻標是略大的 示範給大家看一下 抱歉 戴上手都頗大隻 說就說41 感覺就像423 我自己的感覺 一個很漂亮的黑面 Kornograph 這隻標 重點當然是條帶 雖然它做了大條 但都不失它之前的打磨 非常之漂亮,很順滑 有些朋友 上次那隻 他覺得 小得太 或者斯文得太 這隻也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條帶很棒 機心更進一步 都是Co-XO 這就是一個3313機心 2313 以後Mega很多都是用這些 有些闊戰 那些Speedmaster 都是用這個機心 有個Color Mule 大家看到 在這個位置 打磨各方面都不錯 3313 其實是用FP 185 改出來的 所以日期亦都停在搭六位 試一下Kornograph 給大家看一下 都是那種感覺 只有一聲 很輕的感覺 跟一本FP差不多 這些標 已經停了長眼了 當年很多人都覺得 條帶都 看來都幾有話題性 都幾多人覺得漂亮 但無奈跌飛 又不是很多朋友會買 當年這些標 定價和貴 其實製作是很漂亮的 在當年來說 其實比Speedmaster 和Cmaster 是高級的 是貴的 這支標 零幾年的產品 當年錄定價 我檢查過 六萬元左右 六萬元多一點 六萬元 其實當年來說 你要知道 十幾年前 不是今天 十幾年前 其實這個價錢都幾高 我知道 也不太能買 很短時間 就停了產品 停了產品 現在 有時候這些標 戴上手 整支標 是超閃 其實都幾 都幾搶眼 幾斷目 真的 裡面的製作 其實都很漂亮 你看 室內 燈光這麼暗 都可以看到 是很反光的 這支標 今天二手 只能看到 兩萬多元 兩萬多元 兩萬頭 兩萬鐘 就視乎狀態 配件而定 我覺得這支 高級計時機身 收心一三 其實算是划算 要知道今天買的 那些 如果你是 Speedmaster 那些 那些 就算二手 都一萬多了 有少少特別的 都 超過兩萬 如果你是月球標 更加不用說 三萬 那這些 相對於 還是低水 這標 又不是那麼容易 見到的 其實Omega很多都是 但當然 你要租一個款 有些 沒有那麼全面 有些 升得很厲害 但有些 還停留在 跟以前的位置相差不遠 那些我覺得相對於 抵賣 你也知道 Omega的附近 都差不多 那些 Speedmaster 這隻Defray 如果 喜歡這條 復古帶的朋友 又覺得 上次那隻太小 這隻也是一個 不錯的選擇 好了 今天的分享 就是這隻OmegaDefray 謝謝大家收看